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台北大学的各位教练和各位圣徒们 以神的名义欢迎你们 虽然是每年都会进行的训练 但是希望在今年各位圣徒能够因着神 得到更加更新的恩典和祝福 虽然之前我们跟台湾的教授们 已经一起见过然后有过很愉快的时光 但是现在因为新冠病毒的原因 我们没办法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所以我们要祷告 这个新冠病毒能够尽快的结束 让我们能够更加快速的恢复到 我们到台湾的现场去跟各位见面 进行面对面交流的这样一个时间 这次的讲议呢我们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希望各位能够在各自的时间里面 能够通过这次讲议领受到神最大的恩典 首先我们要先进行一讲的内容 最高最高最上级的东西是什么呢 那就是福音 我们一二三讲的核心内容其实也就是在说 上帝传达给我们的最高等级的祝福 就是在传讲福音 这些东西是最高最高的东西是什么的 的意思 就是说 他用英语来表达 但是他的意思也就是说 神赐于我们最高最好的意思 或者用别的表达来说的话 就是顶峰 神用祂的形象来按照我们 将我们创造为最高等 最高级的存在 是说得到神的救恩的 上帝的子女 祂的价值 世上的人 世上的人都是看着我们拥有的一切 还包括看着我们的能力来进行评价 我看起来有没有能力 我有没有这样的实力 这些全都是世上人的标准 跟我的能力 我的实力无关 神已经赐给了我们最高的应答 希望通过这次训练 大家能够发现 原来神已经赐给了我 最高等级的祝福 希望大家能够得到这样的应答 我们一起看创世纪1章27节的话 可以看到神是按着祂的样子 来创造了我们 形象这个词的话 就是说 神按照祂的样子 原本原样的 把我们给创造出来了 这个单词的话 以前是给王 给王使用的一个 属于最高尊敬语的 这样一个最高位的单词 王에게만 썼던 단어가 형상인데 그 형상을 우리에게 주신 거죠 本来是只给王所使用的 这样一个最高阶的单词 现在却使用在了我们的身上 비록 비좌물이지만 하나님을 닮은 完美한 존재로 우리를 만드셨다는 겁니다 虽然是这样说 但是确实是神 将我们创造成了 最完美的样子 그리고 장세기 1章28节 我们给我们 我们给我们 看创世纪 1章28节的话 神是赐给了我们 非常非常多的祝福 给了我们五种祝福 生育之后 繁盛 充满 그리고 정복하고 다스려라 让我们去征服 然后并且治理 这地 这五种非常大的祝福 在创造我们之初 就已经赐给了我们 그리고 장세기 1章31节 그리고 창세기 1章31节 而是 グリスト 是最好的意思 좋았더라 이 시브리어로 보면 뜻이 뭐냐면 위대하고 놀랍다 완벽하다는 뜻을 가지고 있습니다 看起来很好 用西伯来语说的话 它其实就是 伟大的 惊人的 完美的意思 所以用一句话来说的话 神造我们之后 看着我们 就是觉得 我们真的是 又伟大 又惊人 又完美的存在 所以我们看 创世纪的话 看起来很好 这样的词 用了六次 神看我的时候 我真的是 到了非常惊人 非常完美的程度 在神的眼中 是这样来看待的 神看到我们的时候 真的是 让他产生 力气一样的程度 这个就是说 神创造我们 就是创造了 最高级 最好的我们 看创世纪2章7节的话 神用了他的 神气 就是他的 神气 吹在了我们的鼻孔里 把我们 变成了 有灵的活人 神气的意思就是说 气运 通过鼻子 将他的身气 吹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让我们变成了 有灵的 这样一个活人 所以人们是 属灵的存在 这样看二章八节到十八节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神赐给了我们 伊甸园 伊甸园就是说 生命的源泉 跟神同在 并且能够享受 神赐予的永生 就是这伊甸园 就是这样 神是把我们当作 这样完美 又这样最高级的存在 而创造了我们 这就是所谓的 神赐予我们 最高的 最好的祝福 但是把我们这样 最高 最特别的祝福 抢走的 有一个很特别的事件 那就是创世纪三章 一节에서六节 那就是创世纪三章 一到六节的内容 我们大家都熟知的 善恶果的故事 因为被撒旦所欺骗 所以我们变成了 吃掉善恶果子的罪人 在圣经里面的话 用罪来表达 什么是罪呢 没有神 这就是罪 没有神 用我的力量 我的想法 来生活的 这是最大的罪 这就是说 我能够成为上帝 这就是创世纪三章的事件 通过这个事件 我们离开了上帝 被成为了罪人 当我们一离开上帝的时候 神就马上赐予我们 一个祝福 让我们能够恢复 这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要赐予了我们 女人的后裔 女人的后裔 女人的后裔来了之后 将要粉碎 撒旦的头颅 这个就叫做原始福音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福音 为了让我们不要忘记 这个福音 他赐予了我们 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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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皮衣的话 他就一定要抓住 那个禽兽 把他杀掉 要流血 用沾着血的禽兽的皮毛 来给亚当和他的妻子做了衣服 这也就是说 女人的后裔 就象征于 以赛亚的神 用血来为他们做祭 希望通过这次的训练 能够让我们台北的圣徒们 能够紧紧的抓住神的话语 如果各位能够抓住神 自己的这个最高的 祝福福音的话 那么各位的人生 也将会是最好的人生 这就是说 我们的最上级的人生 那从这里开始改变的话 各位眼里面 你们的成功的基准 就会开始变得不一样 大家这么用心的工作 这么努力的赚钱 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么努力呢 就是为了成功 但是各位是怎么来看待 什么叫真正的成功这件事呢 我们看去年的话 比尔盖茨他离婚了 不是单单的离婚 而是发生了很多不得不离婚的一些很大的事件 从好几年前开始 他就跟别的女性有这样的婚外情 甚至还有一些性暴力的事件 在我们的国家人眼里来看的话 他不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人吗 但是他的人生 他的家庭已经完全被粉碎了 但是人们在比尔盖茨 然后说 哇 成功了 这么说 大家的眼里面会觉得 这就是成功过了 但是没有神的成功 果然是真的成功吗 几年前我们国家有一个最高的学府 虽然首尔大也很好 但是比首尔大的等级更高的 叫做凯特韩国科技技术院的这样一个学校 那个是在大韩民国只有1%的入学率的地方 在凯特这个学校里面 接连有四个人跳楼自杀了 有个人的话 他就是从那个楼上 学生大楼那儿 然后直接跳楼自杀了 这个学生他在学校的成绩是名列前茅的 就算在这样 各个精英聚集的这样一个学校里面 他仍然都是属于前端的 这个学生他的父亲是医生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家庭吧 但是他为什么选择了跳楼呢 我们大家都会说 哇他进入了凯特这样的大学 他的父亲是医生 这真的是多么成功的人生啊 没有神的成功 这绝对不是真的成功各位 最高的成功 最大的成功其实是拥有 并且享受神赐予的最高的祝福 这样的人生才是最高的人生 希望通过这次的训练 大家能够紧紧的抓住神赐予的 这样一个最高的祝福 所以我们本论的第一个是福音的开始 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开始 2022年我们这样一个新的一年也开始了 大家都会说啊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那有着福音的有着救恩的各位 你们会怎么开始呢 跟我们自己的开始是不一样的 不是跟那些不相信神 不知道神的不信者的开始 而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开始 那就是说我们要用福音来开始 大家知道福音吗 福音的话就是说好消息的意思 神赐予我们的福音便是最好的消息 这个消息就是什么呢 是基督 《4.1》1节里面 《Deovilla, 내가 먼저 쓴 글》 《使徒行传1章1节》里面 他又写到 《Tiafela,我已经做了前书》 这个叫做《Tiafela》的这样一个人 他写了一个信 他就是说现在来教训他们 所以写了《使徒前传》的这样一个开始 《4.1》1节的开始 这里说的开始便就是我们的基督 《耶稣》就是基督 这里说的就是这个 看菲利比书2章6节的话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強度的 神的本体就是说跟神是同样的意思 즉,クリスト는 바로 하나님이시라는 那耶稣基督他就是神 叫做神的耶稣基督他化身为人 进入到了这地上 就是说神他化身为人 来到了降臨到了这世上 看马太福音1章21节的话 就可以知道他的名字叫做 救恩者耶稣 看马太福音16章16节的话 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 所有问题的解决者 受告者是唯一的 他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 真基司长 可以捆绑退去一切黑暗势力的真王 可以把这所有的一切都结束的 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那这个基督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耶稣 看约翰福音19章30节的话 耶稣就说成了 成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过去现在到未来 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成了 这就是说 耶稣基督是所有问题的解决者 以神的这个应许便要成为我人生的开始 这个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人生的开始 2022年 새로운 해를 4都应该说 1章3节 就是说他在橄榄山上用四十天向大家说明了福音 耶稣把他的弟子们叫到橄榄山上来用四十天来向他们传讲福音 四十天向大家传讲福音让福音完全地扎根个人化 希望各位在2022年神的国能够向各位来降临 神的国降临的话所有的撒旦和黑暗的势力都会捆绑退去 只要神的国降临的话所有的一切都会被救活 因为我们的各位教授神必将会赐福于台湾这个地区 救活这个地区 希望各位可以通过我们台北耶稣教会的圣徒们能够救活大家的家庭 希望可以不光是台北台湾的各个地方都能够接近神国的降临 那么所有的败困疾病都会被捆绑退去 所以大家在2022年的开始一定要真的是享受这个福音来开始 第三个呢就是说圣灵的充满 看《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话 只有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这是唯独 别的不行 我的力量我的能力这是不行的 大家用自己的力量是可以赢过撒旦吗 用大家的知识和能力是可以赢过这些灾难和黑暗吧 用我的力量想要救活我们大学啊这是不可能的呀 所以圣经里面说唯独福音 给了软弱的我唯独福音的话那就是给了我们这个全能 全能的意思就是说从上至下给赐予的权利 全能的意思就是说从上至下赐予的能力 这是跟我自己有的能力和实力完全没关的 这是神赐予的 这个全能降临的话那就表示我们会马上成为证人 所以说用福音开始其实就是说从耶稣基督开始 希望各位在2002年不管是学校还是家庭还是职场 都能够以福音作为开始 只要各位能够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那各位不管去到哪里 都能够救活那里 神向各位所应许的平安和能力将必定会赐予给各位 希望大家可以得到圣灵的充满成为拯救那地区的活人 希望大家可以圣灵充满以后成为你们家庭的证人 以神的名义来祝福各位能够得到神最高的福音的祝福 神赐予给我们最高的祝福就是这福音 那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 福音简单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说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基督就是圣经66卷里面最核心的主题 从创世纪到耶汉启示录 这里所有说的内容都是说这个核心 那就是耶稣是基督 我们看耶汉福音五章39节的话 就是说这个圣经是给我做见证的 那圣经是现在给谁说的呢 圣经66卷全体就是耶稣是基督 유한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 就是让你们唯独地来记录 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这是为了让你们来记住 这才是圣经的目的 为了让你们能够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才来赐给了我们圣经 所以固약 성경은 뭘 얘기하냐면 메시아가 오실 것이다 各位旧约的话是在说 以사亚 以사亚 메시아即将来到 메시아가 와서 인류를 구원하게 될 것이다 그게固약 성경 전체的 이야기 以사亚即将来到 即将成为所有人的救恩 这就是旧约的中心 新约是说什么呢 就是旧约所说的那个以사亚 是真实的来到的这个故事 那位就是我们的基督 旧约和新约合起来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以사亚是耶稣基督 现在圣经的六十六卷 就是在说 耶稣是基督 就说这件事 各位不管再怎么 宋读圣经 再怎么研究圣经 如果你们不知道 耶稣是基督的话 那就是不知道圣经 所以我们拿着这个圣经 其实是要告诉我们 是要给我们救恩 他不是说要来怪责 当时在伊甸园吃了 上恶果的亚当和夏瓦 他不是这样来批判 亚当和夏瓦 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他马上就给了当时犯错的亚当 赐予了女人的后裔这样的祝福 通过这个福音来给我们救恩 那救恩是什么呢 只是上教会就是救恩吗 救恩是与神遇见 是从罪和审判里面被逃脱 是从死亡中间到生命这样一个转换 这是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问题里面完全的出来 这个救恩的路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马太福音1章21节的话 就是赐给了我们救恩者耶稣基督 为什么要赐予这地救恩者耶稣基督呢 创世纪3章1-6节因为离开了神 离开了神的人类是没有办法再回到神那里去的 作为罪人的人类是没有办法去到神那里的 去到神那里的所有路都是被堵住的 所以在约翰福音14章6节 我是真理是生命是那条路 唯有耶稣基督才是可以遇见神的那条路 罗马说3章23节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这是说什么罪呢 不是说做坏事偷东西说谎话这样 那些罪都是可以被得到原谅的罪 圣经里面说的罪是绝对不可以被原谅的 因为那罪所以我们遭到了审判并且要被送往地狱 那就是说我们离开上帝的这个原罪 为了解决我们的这个原罪 神赐予了我们8章 罗马书8章1到2节的话语 将我们从死亡转接到生命这条路上 这所有的内容在约翰福音8章44节 你的父是撒旦 当我们离开了神 把我们彻底的隔绝在这样的黑暗和地狱里面的是谁呀 那就是撒旦 为了彻底的粉碎撒旦 所以神赐给了我们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的话语 祂赐予了耶稣基督到这地上 能够实现这一切 那就是我们的救恩者耶稣 所以圣经是给了我们什么呢 是给了我们应许 那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话语的约定 圣经就是说来负责我们的约定的 它就是给了我们实现这样的约定 那里面最重要的约定是什么呢 那这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女人的后裔 女人的后裔 以赛亚来到这地上 将我们救恩 将我们救援 出埃及记三章十八节 这是以血为记 为什么要用以血为记呢 没有血的话 那这个死亡就不会有 所以一定要以血为记来代这个罪假 无罪捷径的神为了我们 留了他的保血 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 就是说他的儿子叫以马内利 也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神是为了与我们同在来到这地上 神为了与我们同在 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送到这地上 那个名字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 就叫耶稣 这耶稣是谁呢 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就叫做基督 这个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命令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到所有民族 所有地方去实现世界福音化 这是什么呢 就是神向我们来约定 要向所有民族成为福音的证人 我们的台湾 通过我们的台湾 不管是中国 还有世界各个地方 都能够把你们成为 设立为福音的证人 这是神所约定的 因为这是靠我们的力量无法完成的 所以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神赐予了我们圣灵的充满 希望我们的各位教授们 能够得到圣灵的充满 因为这个新冠病毒 不光是台北在韩国各个学校里面的教授 老师们真的是更加了几倍的这样的辛苦 在学校里面不光是要上课 还要进行一些线上的受课 这样的辛苦和劳苦真的是增添了好几倍 我每次去到台湾 跟教授们会面的时候 真的是每次看到他们 都是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那样程度的繁忙 一年之中不知道要写多少次论文 不知道要做多少次讲义 真的是事情堆积如山 这些东西不是靠我的能力 而是通过神能够得到圣灵的充满的话 那所有事情都是可能的 那这就是我们福音的内容啊各位 那希望各位能够在各位的脑海当中 真的是能够记清楚这个福音它的价值 第三个呢就是说福音的享受 神赐于我们的福音真的是 最高级最上等的祝福 那神赐于我们这个最高的福音的理由是什么呢 是为了让我们享受这个福音 因为这是战胜世界和撒旦黑暗的唯一的能力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享受福音呢 马太福音16章18节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向彼得传达了一个重要的话 像告白了耶稣是基督这样的彼得 告诉他教会即将建立在磐石之上 磐石的意思就是说不会动摇 非常牢固非常坚固的意思 在新冠病毒2019年之前我曾去过五次台湾 通过去台湾的这样一些活动 我真的在那得到了最高的很多的祝福 我每次去台湾我一定会去一个地方就是101大厦 101大厦它的高度大概是509米左右 在2010年之前它曾经是世界的最高建筑 我们去到了最高的展望台 我虽然去了五次但是也就一次那天天气非常好 我晚上真的在展望台上看到了台湾的夜景 其他的都是比如说又刮风又下雨又大雨的 看都看不清台湾的夜景 有一次在台湾发生了一个地震 现在真的是发生了好几次很大的地震 至于在这么强烈的地震下101大厦也毫不动摇 有些人说了这么说 台北在地震上最安全的地方是哪儿呢 在发生地震的时候台湾最安全的地方是哪儿呢 不是说地下的避难所而是说101大厦 是那种程度的坚定啊 这个秘密是什么呢 其实是八根高强度的混凝土 大型柱子被钉在地下30米以下 也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地下30米到那岩石中间把打下了这个地基 地震来了其他的房子都随机倒塌 但是101大厦毫不动摇 那就是我们说的磐石的意思 2022年问题会来的 2022年大的危机和烦恼也都会来的 肯定会爆发一些我想都想象不到的困境 无论发生多大的灾难和问题 只要我与神同在 那么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所以把太福音16章18节是说什么呢 阴间的权柄是不能胜过他的 阴间的权柄是什么呢 就是说撒旦和黑暗的作工 各位说在台湾那边 比如说迷信信仰宗教这样的 这个真的是非常严重 但是没关系 因为耶稣在 带有福音的人带有救恩的人 必定会赢得这场战战 希望各位今年在 无论任何的环境和困境当中 都不要动摇 持定福音必得胜利 哥罗西书二章三节所说 所继续的一切知识智慧 都在他里面藏着 各位耶稣基督是全部 我们教授们需要很多的智慧 需要很多的力量 我们台湾耶稣教会的圣徒们 也在家庭和现场当中都需要各种各样的能力 那所有的东西其实就是说耶稣基督里面什么都有 在哥罗西书二章七节的话 就是说在那儿有根基 只要有一人根植于这个其中坚定你的信心 那你们必将是成为救火现场家庭学校的证人 不仅是这样 神真是通过各位真的是赐予了各种各样的能力 大家在世界上在你们的学校在你们的职场在各个地方真的是需要各种各样的力量 而且在世界上的话我们需要向他们来证明我们有什么样的力量 所以才会被救火 那对我需要什么样的呢 我能够有的但必定是有界限的 我所拥有的能力必然是软弱的 但是福音的力量是不一样的 《玛琳多语》1章24节里面 《玛琳多语》1章24节里面说 《玛琳多语》1章24节里面说 神的里面是拥有福音和力量的 各位不管再怎么样的软弱再怎么样的不行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有赐予各位充满的能力 所以菲律比书里面说到赐予我能力的我什么都可以做 所有人没有福音 他必定会在这样的问题里面失败 但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福音的能力 是福音的能力和福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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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福音的人必将是通过神的能力 去实现所有的事情 希望2022年各位能够通过福音能够得到圣灵的充满 希望各位通过福音的能力得到圣灵的充满 结论 结论 그동안 우리 최 목사님을 통해서 여러분들이 복음을 많이 들었습니다 各位 在此期间通过崔牧师听到了很多福音的信息 集中的训练大家也是多次的参与 虽然今年也可能会有第一次参与的圣徒 但是其中有很多已经多次参与过的 所以现在就说大家是知道福音的 但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知道 并不是说单纯的知识性的知道 那圣经里面说的这个知道 是说体验和享受之后去明白 去怀抱这个福音 我知道福音 我也知道耶稣基督 那只是知识性的 如果福音和耶稣基督 我没有实际的体验过 那不叫真正的知道 所以今年的话 神赐予给我们最高等级的祝福 那就是福音 那这个福音跟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那这个福音跟我的人生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马太福音16章16节 说主是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当然这是彼得的告白 如果大家只是说 原来彼得说了这样的话 那么各位是真的是错过了最重要的问题 这个彼得的告白 要成为今天我的告白 所有问题解决着耶稣基督要成为我的基督 耶稣基督解决了我人生所有的问题啊 神向我找来 并且解决了我人生里面所有的黑暗和咒诅啊 我的福音 我的基督一定要这样成为才可以 所以哥林多前书3章16节 他们说你们是神的圣殿 虽然像是教会这样的建筑物也很重要 但是各位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圣殿 现在圣父圣子圣灵圣三位一体的神 现在与我同在 这就是大家区别于世上人的最重要的正体性 所以约翰福音15章1到7节出现了葡萄树这样的比喻 一定要把这个葡萄要衣附在葡萄藤上 这样才会有果实 如果不管是再出壮再厉害的这样一个枝藤 但是他如果没有衣服在葡萄藤上 那他最终也是会枯萎衰败 所以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各位在2002年只要享受在神的里面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2002年就会成为大家最好的一年 以神的名义来祝福各位在台北教授和各位圣徒们 我来祷告结束第一讲 神感谢你 请赐于我们2002年以福音开始的一年 请您赐于我们唯独圣灵 唯独圣灵唯独神的这样新的一年 请让我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散发出神的香气 请让每天都让耶稣基督充满我 以耶稣基督的名义献上祷告 阿们